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这个困扰呢? 真羡慕,但是我觉得骑机车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方便 但是我觉得油价上涨对于一些通勤族来说 的确是蛮大的负担 诶,那你知道吗? 台湾中油传出捷报 在非洲查德探勘开发14年的矿区 在今年2月挖到石油了哦 但想把油运回台湾 过程相当繁琐,成本也相当高 不过因为这是台湾首度 在海外挖到原油 而且又是精英准的身份 因此中油预定在今年12月初 要将第一批挖到的95万桶油运回台湾 这个消息对我们这些通勤族来说 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呢 不过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哦 毕竟从非洲中部内陆国查德 光是要把油运到克迈隆 西非最大的港口 就距离超过1000公里了 而且中油内部也表示了 对于他们的经营权 他们有好几层的保障 而且跟华信之间的转让协议 也都是有名文定定的 那我们就透过这则新闻报道 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The place is very complete 这个地方的设备很齐全 The equipment in this place is very complete 这个地方的设备很齐全 第三个单字 协议 agreement 协议 agreement They reached a perfect agreement 他们达成了完美的协议 They reached a perfect agreement 他们达成了完美的协议 这样各位都学会了吗 那也别忘了 下次再和我们一起听新闻 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